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即場教導資有民必達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歡迎隨時打電話來幫我們 電話是2804-6566 又或者傳電郵幫我們 採訪身邊的嘉賓 在要財政圈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軟志希 Harry Harry 你好 Licone 你好 Harry 我們先解答家庭觀眾 還有電話問題 電話家庭觀眾 蔡小姐電話旁邊 蔡小姐 你好 你好 謝謝 你好 我想選擇農銅行 現在還買不買 好 未有課 見價3個7 明星3C上來 今天最高見過3個7號 早幾天的時間 炒優先股概念 大家都說農銅行是試點的 見到股份表現做得相當不錯 未有課的話 現時來說賣不賣得過 優先股這個消息 令到一眾來銀股也炒上來 其實我會覺得 蔡小姐 你現階段去買籠行 其實我覺得會有少少遲了 雖然本身 如果是 大家聽見觀眾 如果你遲了貨 我覺得可以保持 我覺得還有一棍抽上去 尤其是 在A股表現 其實各方面 一眾中資金融股 其實現階段也在抽上去 但如果你未買的話 我覺得蔡小姐 你不妨後低 至少3.6以下 才去看看這部分 現階段來說 尤其是農銅行的聲勢 我覺得稍嚴過急 其實如果你看回 整陣聲內 其實只是一個月前的 八月頭 當中 其實只有3.1的位置 現階段已經去到3.7.1的位置 我看那個目標去到4元 但問題是 直播空間就不太多 以現階段來說 不妨再後低 在3.6以下 才賣入這支股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蔡小姐 如果買那支信行 信行的998 現時就見到 股價表現升超過1% 4.32 最高見過4.33 租信銀行沒有貨的話 又買得過 如果你說本身 你想保持中線的話 信行我會比較擔心 它的資產質素 再加盈利表現 其實如果你說現階段 你4.32買的話 如果商業銀行來說 你不妨買招行 這些可能會比較彈得快 或者民行也好 如果你說信行的盈利動力 或是 那麼多隻來銀股之中 我稍嫌它的資產質素 都是做得比較差 現階段 4.32這個位置 我建議你不妨換第二隻來銀 這隻的中線吸引力來說 我覺得沒有其他內銀那麼好 還有其他問題嗎 蔡小姐 如果招行什麼又要買呢 好 招行現時股價表現 就要回吐 跌跌百仙 14.74 最高見過14.82 沒有貨的話 招商銀行又買得過呢 招行來說 大概回多一點點 如果下回14.82的位置 作為買入 看到本身 進行公股的動作 我都會覺得 本身股價的走勢上面 都會上回16元這些位置 當然是個中線的目標價 就是 蔡小姐你不要期望 可能幾天就會彈到上去 也都以14.82作為初步的目標價 回一回股價上面 又或者是升勢上面 會比較穩陣些 謝謝 還有其他問題 蔡小姐 沒有 謝謝你電話 另外我們解答一下 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有一位家庭觀眾是楊先生 想問國美 國美方面 他本身有貨 國美 他8.7元之前買入了 就問 有沒有機會再上升到之前的高位 1.15元 還是要只賺 現時來說 9.3元的位置 今天跌超過4% 最高見過9.6元 就問有沒有機會上升1.15元 北豪7已經有貨在手 暫時有五仙利潤在手 指贈位置幾千好 要不應該先行離場 我覺得1元是阻力位 其實現階段來說 國美都升了幾多 自從他發佈了 本身的盈利都是轉規為盈 本身跌勢都幾急 現階段來說 不妨看回 我反而會給你指示價 大概在0.84的位置 現階段來說 在頂部 其實1元的位置 我覺得會有皮帶的阻力 如果以初步的目標價 或者指贈價來說 先看1元的位置 是否能衝破 暫時看 國比下半年的前景 都應該會做好些 但我經常擔心 因為本身做這些電器零售 競爭是相當激烈的 你說會否上到1元的位置 我想時間上未必在今年做到 我覺得股價的走勢上 已經累積了一定的升勢 好 謝謝 多謝家庭觀眾 楊先生的電郵 另外下一位家庭觀眾 姓鳳的家庭觀眾 亦發了電郵 他說 現在有資金想入市 應該短線好 又或者買哪些股份 有資金想入市 又介紹哪些股份 如果有資金入市 其實見到 如果從大圍形勢去看的話 應該會看中資類別的股份 其實我們都見到 一直有說 本身三中傳媒之前 我一直都憧憬 會有很多政策推出 事實上我們都見到 不同行業都出了很多政策 其實一路都可以留意 我會覺得 中資類別金融股裏面 其實我們見到 內銀和內險 都已經累積了一段升勢 券商都是 但是A股的走勢上 我都覺得做得挺漂亮 我們特別見到 成交量方面有提升 你不妨留意一下 券商股 我都會覺得 券商股份 6030 6837 還是6881 這三大的內地證券行 其實如果你是買成交量 你可以買6881 這隻股份 6881來說 因為它本身的 傳統經紀熱務比較多 如果跟成交量的敏感 表現來說 其實應該是 681的盈利 敏感度是最高的 另外一方面 你可以留意6837 也看到它的表現上來說 亦是比較平均 亦是有很多新業務的發展 一直都會跟大家說 最大的龍頭6030來說 其實我一直都擔心 它本身IPO還是停了 這方面對於它的盈利 如果對比起按年變動來說 可能會做得比較差 所以如果排除優先次序來說 首選可以留意6837和6881 次選才會看6030 如果看本身走勢上面來說 其他類別的股份 其實我都會覺得 例如以技術走勢6881 哪個價位去買呢 我都會覺得 如果你可以後低回5.4這些位置 反而駁回6元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近期之選 謝謝 不如跟大家看看 現時中資券雙股的最新表現 見到幾隻股價表現 現時來說 看看6030 就是中上證券 現時來說 升一毫 去到17.28 跟大家看看中資券雙股 見到 海中證券方面 在12.64 升四仙 中國光大 現時來說 跌兩仙 新行萬國 升超過2% 升六仙 海中證券升四仙 國泰軍官升一毫 中信證券升一毫 另外這位家庭觀眾 亦想問豪賭股 他說 現在有資金上入市 見到其他賭業股 今天升勢相當不錯 賭業股買得過 3918 今屆來講 股價還未破頂 又可不可得過 你又怎樣給他一些建議 如果你說豪賭股 先分析豪賭股 因為3918有少少不同 如果你說豪賭股 其實很多隻股份 今天都維持到的升勢 但我見到是一個追落後的形態 譬如說 先升了的比較大隻的27號 或者1928金沙和銀魚 但現階段來說 其實資金也是在追捧 例如1128永利 200新豪這些股份 現階段來說 我覺得整個板塊的股值上 和升勢上 稍然已經過高 如果你說本身 如果純粹計豪賭股 我會一路看好 200這隻股份 現階段來說 去到20.9這些位置 價錢已經過高 我會覺得已經累積了一定的升勢 所以回吐壓力比較大 你留意看19.5這些位置 看看有沒有機會買到 如果純粹踏3918這隻股份 其實本身在柬埔寨有熱募 這樣見到 他都在柬埔寨唯一的賭場 我們見到股價 上到7.21這個位置 其實就有一個阻力在回到 也見到已經累積了一陣的升勢 下回來的時候 我會建議起碼有一個 下回6.6這些位置可以買入 如果股價的表現上 會否再繼續有向上 其實這隻我反而比中線目標價 比較遠一點 我會看8.5這些位置 為甚麼 其實因為他本身 也是投資在俄羅斯海參威的賭場 這方面令到今屆的憧憬上 會否有一個更加長線的看法 只是留意封面因素 會否有配股動作 你起賭場要資金 留意相關新聞 我今屆的前景上來講 現階段看上去 都應該做得比較不錯的賭業股份 是的 我見到花旗方面 早兩天都發表了一份報告 今屆宣佈 積資3.5千萬美元 在俄羅斯、奔海邊疆區 投資一間酒店和賭場度假村 估計左店套房預售產生所得的款項 會達到1億美元 集團預計項目 將不能在2018年前投入營運 花旗說到 重新對今屆評級買入 同時上條目標價由6.4至8.1 隔於柬埔寨的業務來講 收入增長穩定 花旗將企業價值對EBIDA倍數 由原來8倍升到9倍 看得相當不錯 解答完家庭觀眾的電郵和電話問題之後 不如和Harry看看市場上的移動股 不如和大家看看電力股 先和大家看看華潤電力 現時836這隻股份跌超過1% 去到18.5% 今日曾經見過18.94% 今日表現而言 曾經高開之後就掉頭回落 昨天而言是升幅最大南丑 電力股方面走勢上 這輪都做得相當不錯 今日有回落 之前大家都說 發電量升或下跪因素上 用多了電或製造業方面 景氣指數不錯 所以發電量會持續增加 對經濟前景看好 大家怎樣看電力股 會否有回吐反而吸藍能機 要留意一件事 今天那個回吐有另一個消息傳出 就是發覺一位可能減電價 這方面會否很帥氣 就是本身電力股的表現 大家都可能要密切留意 對於真的減電價 會否對於一眾的電力股 尤其是通常見到不同電力股的槓桿 比較高一點的時候 其實那個盈利敏感度相對 影響會比較大一點 我自己去看回 昨天我們見到一眾電力股 抽升得很快 其實主要都是炒經濟表現 如果你說炒中國的經濟因素 亦都有一個增速加快的局面 其實很多經濟周期股都是追落口 特別是見到 除了電力股 我們航空股也見到 有一個很明顯的抽升 今天那個回吐就是見到 電價的問題 你們利好利淡的因素 其實怎樣去看電力股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上面 煤炭價格一直都有一個下跌趨勢 如果你說對於業績上的表現來說 其實從年初的看法 其實差不多 煤價下跌 如果發電量有一個上升 對於業績的表現 是會有一個挺利好的作用 我都會相信 甚至說第三季的業績表現 都會按連有一個很明顯的升幅 但問題是市場已經開始 對股價或股值上 pricing減電價這個問題 其實如果你說看煤價一直下跌 其實大家都可以預期在煤電聯動 即煤價和電價 其實應該會有一個同一個trend的走勢 其實電價就應該要下跌 尤其是煤價年初至今都下跌了十幾個百分比 我覺得電價這個因素 其實會壓住了 即是說本身煤價下跌 和發電量上升的利好的效果 對於股價表現上來說 大家可能會看到 說有年力來說 其實我覺得去到十九個半年的位置 就已經有一定的壓力 我都會覺得 如果你買這隻股份來說 看好煤價或發電量的話 你後低一點賣入 我都會覺得那個升勢 很難恢復以往 即是上半年的升勢 升浪這麼高 暫時來看 我都會覺得 只是會炒區間上落的機會會比較大一點 謝謝大家看看 現時電力股價最新表現 暫時來講普遍下跌 華氧電力跌2.4 華能國電升9仙升超過1% 華電國際跌5仙 中國電力跌超過2% 丹唐發電跌6仙去到3.5毫三 今次報道說到 上網電價 大家預測下調1.5分前至2分前 意味著 五大電企如果下調這個幅度 將會損失200至300億人民幣 有分析說到 上網電價下降 意味著煤價也要降 所以電廠現在說語權比較強 電價降了 肯定會繼續令到煤價受壓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Harry解答家庭觀眾的問題 以及對電力股的分析 要問Harry 剛才講過股份 有沒有哪一種有遲? 沒有 謝謝 回到每周股的環節 會有我們高級分析員 黃偉豪、Wafi 和大家推介股份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繼續留意我們的節目最新內容 待會見 好嗎? 來吧 我們來看一下 好嗎?